小尾游戏说,你看我来说,大家好,我是小尾 吃鸡中的每一件装备都有很大的用处 今天我们来聊聊被严重低估的三件装备 菜鸟看都不看,大神却爱不释手 1.破损的三级头甲 破损的三级头甲被严重低估了 很多新手认为无论是三级头还是三级甲 只要破损了就没用了 以为自己买耐久的二级头甲肯定比这个好 殊不知三级头只要有一点耐久都可以抵挡98k和M24一枪爆头 而三级甲只要耐久在147点以上防御效果就比二级甲更好 2.枪口补偿器 消音器在手游深受玩家喜爱 很多新手认为消音器可以隐藏枪口的火焰 降低开枪声音是最实用的枪口 其实补偿器被严重低估了 你压不住的枪它可以帮你更好的控制 大神对补偿器爱不释手 3.烟雾弹 新手玩家最喜爱的投掷物就是手雷 因为可以直接造成伤害和击杀 而烟雾弹只能放旁烟 其实煎雾弹被严重低估了 可以用来跑毒旧队友和掩护 作用不是一般的大 连职业选手都爱不释手 小伙伴们还有哪些装备被严重低估了呢 喜欢的记得关注收藏转发下哦 我们下期见